为何水没有全部渗入地下,而是留在地球表面? 地球是怎么防水的? 尽管地球表面有大约七成的面积都被海洋覆盖, 但地球上的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要知道,地球的海洋平均深度只有3.8公里左右, 最深处也才11公里出头, 而地球的半径却高达6371公里。 以质量来计算的话,这些水的质量大约只占地球总质量的万分之2.18。 通常情况下,我们把少量的水倒在地面上之后, 水很快就会渗入地下。 那么按常理来讲,既然地球表面的水这么少, 那这些水也应该很快渗入到地球内部。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所以,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水没有全部渗入地下, 而是留在地球表面? 地球是怎么防的水呢? 从物理的角度来讲, 所谓渗入是指水分子向结构疏松的物体内扩散, 在地球重力的作用下, 其水的渗入主要方向是向下的, 地球表面大多都是结构疏松的物质, 即使有较为致密的岩石, 其中也通常存在着很多缝隙, 因此水就可以顺利地渗入地下。 然而地球并不是一个均匀的球体, 随着深度的增加, 地球内部的压强也会逐步提高, 物质的密度程度也会随之越来越大, 从而造成水分子的扩散越来越难。 另一方面, 地球内部的温度也是不均匀的, 具体表现为距离地心越近, 温度就越高。 基于地震波的研究数据表明, 地球的垂直深度每增加100米, 物质温度就会升高1至3摄氏度。 当到达地核位置时, 温度可以高至6000摄氏度。 这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要高。 可以看到, 地球表面的水确实会渗入地下, 只不过在叙述机制的综合作用下, 水是不可能一直往下渗的。 当深度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地球内部的高温、高压以及高密度的环境 就会阻止了水继续向地下渗入。 根据科学家的估算, 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地球表面的水也最多只能渗入到地下400公里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地球内部能够容纳的水空间极为有限, 因此渗入地下的水只占地球表面的总水量的很小一部分, 而这些水在渗入地下之后, 也不会被地球永久地吞噬。 这些水会在地下高温的作用下, 向气态或者超临界状态转化, 这会使得它们的体积增大, 从而产生额外的压力。 在此之后, 它们中的一部分就会沿着地壳中的缝隙重新回到地球表面, 而如果该缝隙位于海底, 就会形成奇特的海底热泉。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渗入地下的水都能够及时地返回地球表面。 如果找不到压力释放的出口, 它们就会随着地球内部的地质活动到处游荡。 一旦找到机会, 它们就会从地球内部逃出来。 比如说, 在地球上发生地震或者火山喷发的时候, 常常会伴随着大量水蒸气的释放。 简单总结一下, 地球的防水功能来自于其内部的高温、 高压以及高密度的环境, 而地球表面其实是不防水的, 水并没有永久地停留在地球表面。 实际上, 它们一直都在少量地渗入地下, 而渗入地下的水又会持续地返回地球表面,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 水当然就不会全部渗入地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种观点认为, 地球在自转过程中会产生离心力, 而地球表面的水就是被离心力从内部甩出来的。 就像洗衣机甩干衣物一样。 这种观点看似有点道理, 其实却根本经不起推敲。 洗衣机之所以能够将衣物中的水甩出来, 是因为洗衣机内的甩干桶有多孔的外壁, 它可以在阻挡衣物的同时, 让水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从孔洞中通过。 而地球却没有这种结构, 因此构成地球的所有物质都会受到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的作用。 如果离心力真的强大到可以将地球内部的水都甩出来, 那就说明离心力已经大于地球的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 地球表面的物质早就飞上天了。